备受争议的大巨蛋调查报告 8号下午公布 但抢先在早上 媒体人周玉寇就在脸书上曝光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听到很惊讶 柯文哲很震惊 就是因为洋洋沙沙将近3万字的调查报告书 全被周玉寇po在脸书上 这里行间还透露 要将马英九和李树德定罪 引起网友们热烈讨论 不过这份草稿报告书从哪里来 外界点名该不会就是连政委员会 不说就是不说 还强调和连委会没有关系 不过早抢先北市府公布 难道就不怕引起争议 因为这个不是国防机密的东西 而且里面的东西 几乎昨天大家都讨论过了 那我是觉得是一个完整的报告 那我一个人也看不完 那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更多的网友 大家来办案 这不是符合柯文哲市长的精神吗 让柯文哲头疼的大巨蛋争议 从公安到合约谈判 以及前朝是否涉入弊案 都让柯文哲伤透脑筋 现在又多了联委会内部资料 要遭外泄市府内部控管 说没出包 很难让人幸福 欢迎新闻刘俊男 吕家横台北采访报导 因为这个案子 我们来跟那个事有弊 我来 谢谢大家